今天美元走跌 那么苏纳克上任之后英镑大涨 债势方面美债欧债还有英债也都上涨 欧洲的能源危机出现暂时舒缓的迹象 雅谷方面呢 中港股市依旧是跌跌不休 而人民币汇率更是创下新低 看来投资人在二十大之后 似乎对中共政权颇有疑虑 我们今天一样邀请到芝加哥商业所的讲师 王有名老师 老师晚安 老师啊 刚刚美股稍早呢 开盘 那么今天的开盘重点时间先交给您 各位讲 今天整个市场还算蛮温和 特别是美国美元指数 大概在11月份的时候 可能会升息三个码 那三个 这个呢 也符合整个投资市场的 这个原始的预估 所以看起来从鹰派略往鸽派靠拢 那也让今天美元指数啊 稍微比较温和一点 那让非美货币今天都有一个上涨的机会 那里面当然最明星耀眼就是英镑 这个新的总理上市 新的首相上任之后 英镑今天大涨将近两个百分点 创下近年 最近这一波以来的一个高点 那不但英镑涨 英债也涨啊 前一阵子啊 这个前任首相 那个田娘子在的时候 英债曾经一度啊 折价到90 今天终于恢复票面 已经来到101 短短10天上涨了10个百分点 看起来真的很像股票 不太像一个国家的债券 波动这么的大 那除了英债涨之外 欧债今天涨了三个百分点 美国债券今天涨一个百分点 所以今天把大量的资金 从这个美元吸出来 到债券去了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明显的现象 当然也是因为原物料价格 持续的算是比较放缓一点 不管是这个农作物也好 能源也好 今天都算是 最近这一波以来 算是走幅 算是慢慢慢慢的缓跌下来 也让林准会稍微能够喘一口气 那当然今天美元走跌了 这些原物料价格 会稍微有点温和的上涨 但是并不影响过去这段时间的趋势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不管黄豆玉米小麦 这个天然气 以及石油 这段时间以来 都在过去这个月 算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跌幅 那但是在看股市方面 今天雅股 依然在这个中国政权 正在 在这个开大会的时间点 看到很多 这个高人在过招 他们中共的高层在过招 那过招当中 这个经济的环节 大家就比较紧张一点点 因为可能有各门各派 这个大人打架 底下的经济环境 政治会影响经济 所以大家都会比较相对紧张一点点 尤其香港 香港这个地处偏远 自从1997回归中国之后 这一波真的是看到 中国的政治大戏 对香港来讲 适应好像还有一点点困难 前两天大跌1000点 目前还在持续下跌当中 还看不到什么时候会上涨的迹象 而人民币呢 也在美元这个非常强劲的环境之下 创下14年来的新低 来到1比7.3 所以目前中国 整个因为清零之后 加上整个政治环境 并没有特别强调经济的发展 也让股市持续还在摸索当中 那因为它也是我们一个 很大的一个市场 所以我们也希望 这个中国 可以赶快尽快的恢复秩序 那反观欧美今天开盘之后 表现都算是相当的不错 今天欧洲股市跟英国股市 表现都还不错 那美国股市表现最强劲 尤其科技类股 今天在Apple NVIDIA 还有ASMO 这几个晶片厂商 科技厂商的带动之下 今天整体 这个NASDA指数 大会涨幅在1.2个百分点 那相关科技类股 涨幅大概在3个百分点上下 晶片族群算是相当不错 也把台积电的ADR带上来 目前看到台指的期货夜间盘 表现已经涨了100多点上下 还不错 那弱势股的部分 在道琼工业指数里面的 升级类股 像是Johnson Johnson 还有金融类股的JP Morgan 目前稍微弱一些 跌了大概1个百分点上下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整体而言 看到这个 因为物价下跌之后 经济的环境 消费者 这个信心 好像逐渐的恢复 那欧洲也因为 这个能源危机 通膨危机逐渐的解除 希望在11月12月 这个消费的旺季之内 可以赶快有多一点订单 那这是我们所期盼的 那以上是美股的分析 我们时间交换彭烈主播 台股部分呢 台积电开低走低 重摔16块 让大盘指数跟着破底 一度是回测到了 12,629点 索性金融股 以及鸿海 联电大力光 台速等拉台 那么让指数跌幅呢 最后是微幅收敛 中场下跌190点 跌破32年的高点 成交量 1,885亿元 台股现在跌到 跟美股脱钩了 那么投资人都很关心 到底什么时候会反弹呢 我想这个跟中共的威胁论 我想多多少少有点关心 有点关系 我想投资朋友 可以从几个角度去思考 像现在欧美 经济的情况 似乎有点好转 消费者信心 也逐渐的恢复 理论上这个时间 对台湾应该产生一些拉货的 可是没有 那中国呢 中国的威胁论 不断的在市场上释放 那很多欧美的观察家 也持续在关注台湾的 目前的地缘政治 那也影响到一个很大的族群 各位可以观察一下 观光类股 观光类股 可以说是外国人来台湾 很重要一个因素 可是偏偏这段时间 前阵子看到解封了 大家对观光类股都很有期待 没想到最近观光类股 也跌下来了 那就表示 连国外的观光客 可能都不太敢进来 那所以这样整个台北的股市 目前有点失焦 有点脱钩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像台积电 今天失手 跌到371 跌到4个百分点 连国安基金都懒得救它了 一路下跌 这卖压实在太沉重了 那新台币汇率 也持续在这个贬值当中 现在来到32.3亿 那更重要的是 这个卖压还持续扩大 现在已经成交量在1889 那看起来这个台积电大股东 很多外资的股东 还是很想把资金赶快 回回美国去 所以这部分我认为是跟地缘政治 有点关系 那也因为如此 我们看到长荣阳明 目前是全线收黑 那生技族群也因为利空消息 目前口罩也好 疫苗也好 看起来需求已经逐渐的下跌了 那目前生技族群也是直见 也是逐渐的这个在下跌当中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表现比较差 除了台积电之外 其他的个股都是靠政府的拉台 我们可以看一下金融类股 富邦国泰造风和库 华南第一金控 这些金控类股一起涨 一起涨一点多个百分点 他看起来就是有一个幕后的推手 一起往前推 撑住大盘 让金融类股最近的确也跌身了 可以反弹一下 进涨的成本相对低一点点 那么避险的买盘除了金控之外 还跑到这个中华店 2412中华店 今天涨两个百分点 3045的台湾大哥大 今天也涨二点多个百分点 所以看起来 这个我们政府互盘的脚步 还是没有停歇 因为事实上整个市场 国外市场已经恢复秩序 台湾似乎慢了一些 所以我觉得政府的这个力道 还是蛮重要的 那我们个股观察方面 我们最近以来 让投资朋友 介绍给投资朋友 这观察个股 表现都还是相当不错 像303的志愿 目前还是依然维持强劲 那2891的中信金 也跟着今天金融类股 一起带动 另外2308的台达电 1301的台数 以及1303的南亚 今天表现也都相当不错 那唯独今天2201的育龙 稍微涨多回档 我们持续的观察 那么我想台湾目前 跟市场跟国际市场 有点脱钩 也因为国外的这种 负面消息实在太多了 那我们希望 这种恶劣的环境 可以尽快的过去 能够迎接 美国跟欧洲 经济逐渐的复苏 以上是台股的分析 我们把时间交换 东内主播